其实我们赶上了个好的时代 至少有那么多的大学在进行表演艺术方面的教育 有那么好的条件培养出如画似艺的这么多女孩 那么社会也都提供了这样好的这样一种关注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去做了 做就把它做好所以因此困难不大 你比如说我们说小选其实了优酷新浪就说很感兴趣 那我们来配合我们参加 那有了媒体的配合 尤其是网络媒体现在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 它跟电视媒体还不一样 网络媒体可以更自由一点 它能够比较全面的 并且能够适应我这样的一个选拔演员的这样一个培养训练推出的过程 所以这个合作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效果 实际上这几轮下来也就是说两个月下来 这些演员们就能够一轮比一轮好 其实每一轮的排练排练时间也就只有五六天 他能够一遍比一遍好 跟他在网络上马上就看到了 他不仅看到了 他还能够看到观众对他的反应 他有他的亲朋好友老师同学 他会给他各种各样的建议 所以我讲这不完全是我们黑训的力量 是整个社会关心的力量 是有了这样迅达的这个媒体环境 这才能够使在新演员的出来 能够短短的时间里面有这么大的进步 能够有比较成熟的一种心理来迎接这样的角色创作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它是有个故事的 所谓东施孝平的故事 东施孝平的故事出在管子 管子那个时代 实际上西施毛枪美人也 比我们讲的五月春秋的这个时代早一百年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 有一个西施一号还有个西施二号 那个并西施东施孝平的故事 大概应该是西施一号 在春秋战国更早一段时间 而我们讲到五月春秋中间的这样一个西施 樊黎勾建傅猜那个时代的西施 就不是个并西施了 他是在训练和选择这个美人的时候 因为他在越国的西边 朱基当时在越国的西边 西施的本名叫施一光 所以呢 就借用历史上名人西施 美人西施的名号 就把它称作西施 其实我们大家熟悉的西施的故事 是这个西施 我很怕新演员有过多的物质要求 后来他善明了说 我不是因为物质上有要求 比如说我说把你的三台电脑和手机都交出来 在这一段时间里你暂时中断外界联系 潜心创作 他没有二华 他说我同意 那么他就希望能有一个个人训练的一个空间 后来我们发现 他善明了这样一个想法了 我们就赞成了 我们给演员提供一些基本的条件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觉得年轻演员在成长的过程中间 是不能够把物质要求放在第一位的 这样的话 我们培养出来的将来的新秀 那才真叫有病呢 那真成病稀释了就不好了 那如果我真是发现有比较大的缺陷 就会换 比如说个性有毛病 那有可能会会会会会暂时放下 比如说 这个如果说这样一个角色 不能够适应 演出来不成功 那我肯定要换 这毫无疑问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当然了 一步一步走到这样 我们讲的风险是存在的 其实风险是越来越小的 因为它已经成长了进步了 基本上把握住了 所以严格的说起来 风险值就越来越小了 我们选的时候就是要 要一个眼镜里面 没有杂质的这样一个女孩 她表现出很纯净 这个是装不出来的 另外当然基本条件 严格的说基本条件 我们今天出来的个个都漂亮 还有我们四大美人秘诗 还有两个呢 还有貂蝉 有王兆军 我们隋唐秘诗 才拍了一个杨晖飞秘诗 还有隋唐秘诗 李世民秘诗和武则天秘诗 剧本都在运达中间 有的剧本刚刚开始进入 创作过程 创作过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